香港曾經是遠東足球王國 香港曾經出現過黃金一代的足球球員 香港球袋也曾經在亞洲足球運史上 創立輝煌的成績 我們也出產過球員代表過中華民國 這段歷史很值得大家回味欣賞 今天我們擺下龍門鎮 興哥是一代鋼門,今天兩位嘉賓 他們兩個都是… 都是鋼門,和你有點淵源 和南華會有點淵源 興哥的左手面人稱小熊 他的身形並不小 他不懂得我多少,他的身形比我更好 是嗎?他只踢得撞得 身形跟你差不多高 任偉雄先生,好嗎 另外一位是盛偉聯 聯聯 又是身高,其實跟興哥差不多 差很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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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一點 我三個龍門,我最矮 你說這些球是難忘的 我剛才說的是外華盾 中賽圍的場合 我第一場是魚丸,對吧 南華會有很多球 我拿冠軍那些不算 但我也有遺憾 是 遺憾甚麼呢 就是我自己看著的三港杯 七九年 原來我一場三港杯沒有踢球 但拿過冠軍 那你有沒有入選過 三港杯有沒有入選過 當然有 我一場也沒有入選過 他被踢球而已,他當後備 當他一代後備 拿過三港杯 即是… 最重要的是第一場球 是希福特當後備 第二場球我當後備 如果沒有記錯過的那場球 應該是1993年的三港杯 是中後聯他龍門 竟然可以這樣拿著三港杯冠軍 一代鋼門何蓉興的足球世界 逢星期二晚上10點 現在已經是月底了 下個月的玉米射馬已經開賣 月費400元 現在還可以經Payme付錢 記住早買早享受 好啊 嗨 喂,歡迎來到 QS,是新一集的本土最前線 今集有我小摩 又阿婷 還有我們不出鏡的黑武士 為什麼今次會在我們三個場上 因為早里安有少許私人事 今天來不到 我們三個陪伴大家 這個一個小時的本土最前線的直播節目 我們會貫徹始終 我們會討論早里安 他本身怎樣做的 我們都會怎樣做 盡量去做 應該早里安 其實都在Facebook和大家聊過 就說過 今集是會有些特別 不會純粹去討論一個政治 時事 因為我們三個都不太擅長 特別是我和阿婷師傅都不擅長 不要說師傅 哈哈哈 好了,那 我想說少少一個本土新聞 哈哈 因為我們這一點都叫做時事節目 對,我們要說這個本土新聞 還有一個興趣的國際新聞 然後再下我們比較擅長的一些 由原學方面 另外一個方面去討論我們之前說的國際新聞 那本土新聞說些什麼呢 我不知道阿婷師傅有沒有Facebook 或者各大報章 網上報章 看到我們有一個 鋪圖 照片的背部 OK 即是頭盔又貼了Bash Bash又 嘩 真是 我可以這樣說 我本身是有玩過Wall Game 即是我自己玩過Wall Game 我是純粹 娛樂性質 都不會貼到它整個背部 都是 我真的不知道它做什麼X 那些品味壞就是品味壞的 哈哈 即你可以學日本那些士兵 你背後插些旗又不一樣 噢 它應該有的 但那些是紅黃藍橙旗 是第一個 即不是的 即是動了整支旗 是整支旗 什麼八博神那些 那些 這些叫什麼 即是如果它真的敢插些旗的話 這個就叫 賊到盡頭便是型 哈哈 你把這個世界有些生物 這個世界的生物 是賊到盡頭都是賊的 OK 那些應該是賊到盡頭都是賊的 哈哈 哈哈 我真的覺得 其實 我 除了他做的行為 我會覺得做一個制服隊伍 不是說政府 制服隊伍是應該有自己本身尊重的東西 而我們去玩WALL GAME 我們可能真的是COSA 一個軍隊的整套軍裝也好 我們都會尊重他們原創的制服 就是我們要貼都不會貼這麼多 因為這班人呢 他們現在不是 這班人呢 當然不值得尊重 他們其實已經都放棄要大家尊重 他們要大家恐懼他們 他們告訴大家 香港人聽我們是為所欲為吹嗎 我喜歡貼到整身都是怎樣 我就算某一天他真的貼一些美心 什麼鄧什麼 那些 那些 他都賣完廣告 直接日式廣告 他都賣完廣告 他都在拘捕董怪獎的阿公 或者剛剛跟老婆子買完東西 老爸走早了兩步 然後就被人打 他特地拘捕一些不關事的人 他是製造恐懼 製造壓力去屈辱你們香港人 磨蝕你們 這些就是法西斯自術 你算數吧 大家看得穿的 其實我都在製造一個整個POPO 整個BATCH背部 人肉廣告版 另外一張照片 就是大家都會看到 一個媽媽護著自己的小朋友 正在安慰他 因為他爹著剛剛就被人 早日報告 就是早兩步被人抓到上車 其實現在我又有一個關心 究竟他會用限聚令去拘捕他們 還是去一個非法集結 還是一個暴動罪 他昨天聲稱非法集結 但是非法集結 你要知道你是在集結 你要有意識地 我們是在集結 或者現場是有集結 而你是明顯地知道這件事 而你參與進去 隨便一個公動絕法走過 那些就應該不夠 那我想問 Sogo大減價 我又走進去買東西 那算不算非法集結 按法來說就不算 不過他鑑操來 他都可以 喂 剛才Sogo減價 你知道女生一定會去購物 他們聲稱不是非法的目的 可以 購物不是非法的目的 那我去Sogo等人呢 本來都不是非法 但其實現在就是他 說你是否是 就是這麼簡單 即是 簡單的他講就是 是啊 他講就是 你拿來 即使你拿著張單 說我真的是Sogo大減價 錄了很多 錄了幾千元 你拿張單 拿上庭 他都會跟你說 你是參與集結 因為警察說你 警察的口供說你是 因為最慘就是 這些案子 現在很多時候 他們都是法庭 胡亂採納警察的口供 而警察的口供 大家心裡有數是什麼 三個都不一樣 就等於他們很誠實 是啊 三個都一樣 三個都一樣都是誠實 三個不一樣都是誠實 都是誠實的 總之就是你們這些聲手市民 在法官面前就是 警察就是無敵的 那怎麼辦 這個就是 大家從講法治就算了 不要說是dead body 現在連對家的人都會拿來穿 說要over 不過通常說overdead body的人 最後都會變dead body 放心 原來是這樣 我明明 周浩鼎那些 這個就是可能這一兩天 大家比較關心 葛歌法那些 大家明天看見真將 我們兵來將黨 水來土掩 這些 待會有一個動文會說 我們就跳一跳 這些就不是我們去說出來 還有為什麼 我們最主要都比較 就是 躺上一件事 現在就開始很多 蜜蜜蜜蜜 是些什麼呢 美國的大選 這個 這個就是美國 現在今年的主族 是的 還有 加上我們這個 Corona 的疫情 接著就是 拜登和 川普 川普 越連任 加上美國之前發生 應該是結束了 我覺得 發生的暴動 是的 所以令到究竟 現在暫時 只有這兩個人 比較 其實有沒有第三民參選 今年好像沒有 好像沒有那些 好像沒有那些 沒有陪跑 好像這個要查 這個真的要查 但是應該就是 美國制度 就算有陪跑 都是共和民主 香港 隨便一個 美國歷史 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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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很久之前 有試過有第三黨 艾森威爾 不是 他艾森威爾 好像有黨 這個我要查 這個真的要查 現在就很多民調出來了 令我 我也要做功課 看看新聞的東西 有一件事 我很有趣就是 他也有點像 我們某一個政黨的民調 我就不承認 不是 某一個藝人 某一個藝人 是的 民調這件事 我就不承認 民調是甚麼 自己自發性的意見 但是阿森就不承認 他自發性的意見 說他跌了 對 你這樣說 因為他第一次做的時候 他民調都是落後 希拉利十幾個 現在他都落後 其實沒有分別 其實都是沒有不變的 所以為甚麼他會說 不信民調呢 就是因為結果他贏了 所以 他為甚麼說民調不准 因為事實上是這樣的 始終民調是 隨機成抽樣隨機成 但是其實是容易 而抽中一些沿海大城市的人 沿海大城市的人 也就是沿海大城中產 那些 真的一定會談到民主黨的 但是那些 即是那些 那些中部 中部那些 中南部的沙漠 山卡拉那些 即是Texas那些 Texas就不山卡拉 那些在裡面 那些沙漠那些 那些沙漠那些 那些 那些內華達州那些 那些 那些真的你廟無人煙 那些覆蓋中的機會 其實是低一點的 嗯 但是始終因為你美國的選舉 是 因為他是基於他那一局 這是一個聯邦制 他是 他是 他是要 選舉代人票 他是以州的結果 來 再用選舉人去投票 按道理選舉人 是跟回 跟州的投票 那個意向 但是也有賭歌的 事實上川普贏的那一屆 就兩邊都有賭歌 有些州 民主黨贏了 但是代表人 就減糟投共和黨 也都有些州 是民主黨 即是有些是共和黨贏了 但是減糟投民主黨 是有發生 不過不多 也影響少 但是如果發生到 真的影響勝負的話 那這個會是 美國會有的獻責危機 不過很少去到很大的危機 就是這樣 你說沒有選舉的制度 我永遠都覺得沒有一個很完善的 因為他有國家歷史的理由 你美國 名字叫United States 什麼叫United States 本身就是一個國家 他是一個這麼多種國家 放棄了自己的主權 而組織的投體 這就是美國的制度 麻煩那些死日藍絲不要搞錯 美國也是間選 不要搞清楚別人的制度 這幫人每個州 本身就是一個國家 放棄主權 然後去建立一個憲政 一個統一的憲政國家 是有這個基礎 所以他要尊重每個州 本來劃分了的權力 所以他們才有選舉人票 為何有些州要多些 或者少些 是他本來的憲政設計 如果不是沒有這些設計 美國根本就散了很久 是不是 也都沒有散過 是不是 這個也是 還有你說的是剛剛那些藍絲 有一些 我永遠都看BBC 他講了一件事 他有沒有說到一件事 其實是否華人 會不會 我稱自己也叫華人 在外國會叫華人 究竟是支持川普 還是會支持拜登 這個我也有興趣的 是的 BBC說 其實 都是拜登 反而都有人支持阿侵 支持拜登 支持阿侵 支持阿侵多 那這些華人都算聰明 支持阿侵多 他們有說過幾件事 究竟他們會看些什麼呢 他說 始終 他說的一件事是對的 是 可能受訪者說 阿侵始終是一個商人 是 有些什麼對他們有利呢 就是 你說要想想 班蟲 過到美國 我不明白為什麼 班蟲永遠都很喜歡過美國 我也不明白為什麼 一定要過加拿大 過加拿大我明白 因為你去到溫哥華那些地方 基本上連英文都不懂得懂 為什麼這麼喜歡過美國呢 反而我很少聽 真的很少聽 很簡單 西哥一靠大一邊 美國全地球最強的國家 我去過那個是最安全 即使出去是不是最安全 不知道 但是數下數下都是安全的 你覺得 假設你是走資過去的 你又怕錯洗頭頂 你覺得大陸的特工 在加拿大容易工作多一點 還是在美國容易工作多一點 其實都差不多 美國的地方很強勁 但是如果你有受到保護的話 其實美國一定安全一點 加拿大現在都不是算 因為之前有傳聞說 有三個中國特工上司 接近孟晚舟的居所 而被加拿大那邊特工隊 接獲了 也挺厲害 其實大家不要見加拿大這麼溫 這麼溫通 其實我也是想說 英聯邦國家背後 有時候的力量不太弱 因為始終它跟著 本來邏輯的概念 就是有一套英雷王的東西 澳洲其實也很空肯 暗地做事也很空肯 加拿大做事也很空肯 你不要見中國那麼遠 它本來國家制度 裡面在運作的 其實不是那麼弱 這個是 但是他們最主要會看什麼 教育的方面 然後就會看一些醫療 福利 永遠都知道 蟲是要什麼要福利 即他都說明 如果我在這裡 我本身是沒有拿綠卡的 加上小朋友 我就會拿到綠卡 即他都會看這件事情 究竟會不會去支持拜登 我想說 其實為什麼覺得華人 仍然傾向之前特朗普 這個是我個人的看法 因為很久以前 大家曾經作家 大家都曾經年輕的時候 都會覺得 即我們這個年紀年輕 十幾年 或者二十年的時候 會覺得美國民主黨好像比較開明 會對於全地球的民主自由 關注多個共和黨 共多公利 所以我們可能十幾二十年前 我們會支持民主黨 甚至乎 按鈕鈕支持過克林頓 支持過希拉里 支持奧巴馬 但有些很著名的人 例如香港的葉玉卿 嫁到美國 一個華裔庫相 當年有些新聞報 葉玉卿長年都是共和黨的支持者 他說很簡單 共和黨減稅 其實共和黨是主張低稅 低一點的社會福利開支 但在這一點 對於那些夾著很多錢 過去移民的華人來說 是很重要的 因為外國是水蟲 減了稅對他們很舒服 所以他們說 這些報告是 我那位華人 又是有錢的 去美國 嘴巴跟你拼禁其 內心 特朗普減稅我 這就是他的骨子內的精神 魚鹿不離手 就是鹿 背後下毒手 就是這樣 這個 是的 這個 就算是一些 就是我們 上面 不要說上面 我們中共那邊 其實你說有多少人支持 中共呢 真心真心說一句 告訴你 你有錢就共產黨 你沒有錢就說什麼 現在你沒有錢 這些全部都是走資派 花日科技發達 毛主席復活 就要全部槍斃這些人 以前那些走資派 就是主張資本主 現在走資派就是搬走些錢 搬走些錢去美國那班 然後他也有說過 究竟是不是真的 還有他們有一件事很有趣 他們 他們說了一件事 我看一篇報道他會說一件事 他會說 為什麼華人會支持特朗普 即使他有那個教育那個 先看中文 先看教育平權的法案 也好 他說 他說小屬中的 其實基本上 就不太影響他們的華人 為什麼呢 他說因為華人就成績好 他要入讀名校 真的 都不難 真的 是的 尤其是華人在 華人在那些算死數 即那些理科算數的能力 其實是強過鬼魯 即是上科 就算理科也是 即是鬼魯的理科能力 要入到大學開始才會發揮 但是你進去之前 要考數學 那些最沒有出用的微積分 華人是學得快過鬼魯 鬼魯真的未 即是 男性已經比女性 要一直去訓練他們的能力 所以他們的能力 他們的發展是比較自由 比較freestyle 但是他們的根基是好的 因為他們不是我們填鴨式的 他們根基是靠玩 以及多元化的發展 是比我們好 但是要建立出來 說有一個很漂亮的成績單 肯定不在高中裡面發生 不在初中的時代發生 他們能夠進入大學 在那個自然環境之下 他們才會發揮 所以如果入讀麻省理工 其實為什麼直谷這麼多華人 進去做益 麻省理工那些 就是修來修來修去華人 因為華人在初中高中 谷數厲害 谷他們算數 搞未積分厲害 那些就仍然考得好成績 其實進去之後 這件事我也可以有一點點分享 因為我不是在香港讀書 是的 你在哪裡讀過 英國 英國 所以我其實很… 剛才又有個Crash 為什麼那些蝗蟲不去英國 很少聽到的 大部分都是香港人去英國 少好少就是少少 始終英國不夠強 美國真的強 因為始終美國的經濟 高高氣氣也好 美國仍然是全地球的火車 即使中國怎麼串都好 其實美國也是最重要的火車頭 尤其是資訊科技方面 你英國真的低迷了很多年了 即是你說去… 你說想找張卡去投個護照 在那裡洗一下錢 撕一下錢 Happy 英國也可以 其實英國都很悶的 這些東西很難吃 但是美國呢 美國的發展空間大 而且反過來 你也知道有些… 有些蝗蟲可能是受國家任務去的 那你覺得在英國獲得的科技知識 資訊 是厲害些 還是美國呢 那這幫人當然去那邊 就可能順手做了間諜工作 就一邊賺美國錢 一邊運一些資料回去大陸 然後又賺多一匹外快 然後又好好賦起來 然後又變成突然之間 變成直谷新的華裔句 華裔句子 那這條計劃之前那些 就是這樣說的 所以為什麼 他們去美國當然有些目的 除了美國本身 對他們來說是好之外 那始終英國就並不是屬於科技城市 它是一些很… 狗標青 很Historical 你知道這樣說 很文化氣息重 你真的想著去讀書的東西 你就OK 那我本身想著去讀書 現在去過你就沒有讀書 我有讀書 因為我以前在那邊讀高校的時候 那個數學成績 我在香港讀的數學成績 不算很上級的 但是去到那邊突然之間 會直接A的那些朋友 你突然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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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一班弱智的去 你會贏的 然後也很順利會考到我想考的學校 然後有一件事 當然去到讀書 讀書比較少 像我這樣想 從高校讀上去 通常讀書 立即去 他們在大陸 很辛苦 考完他們的高考 對 但問題就是 有件事 可能香港的學生 也有一個問題 就是 他們 為何在大學 會被本土的學生 甚至美國 都會比較落效 這個原因 是因為他們沒有 製作的概念 我們可能會做一個項目 或者不會做一個報告 都好 我們絕對會寫大綱 我們會有一個製作 我這一步 如果走了的時候 特別是科學 我們讀書 的時候 都一定會說 如果我做這件事的話 我的後果 下一步 我要怎樣計算 而相對於他們填鴨式去做 是不懂得去轉這件事 現在不好 為何要做計劃 我本來學校計劃好給我 我跟著來讀 或跟著去讀 就行了 所以 我又可以走回本地新聞 某些本地新聞 就是為何大家都會見到 我們這麼多間院 現在八大 八大 九大院 九大院後 每一個都會覺得藍絲 每一個家長都會覺得 連去到大學都不應該去討論這個政治的問題 喂 上到大學就要找到想法了 他都不想你 因為他們 始終香港華人的家長 普遍視學校為一個職業訓練所 純粹是你們這些人要出去做事 學到知識 或者知識也不要緊 最重要是學校的學校 就是令他們出去做事 這個就是他們看的教育 教育就是訓練下一個齒輪 就是教育訓練下一個奴隸 就是好像他們這樣 就是他們只是期望自己子女 比自己更加成功的奴隸 就是 你說什麼教育 是啟發人 啟發人性 在他眼中 男性不相信這些東西 人類有什麼人性 有什麼自由 有什麼重要 就是我們全部都是警察 哈哈哈哈 全部我不知道 我不懂 最重要是賺錢 最重要是賺錢 他們最喜歡華裔的社會賺錢 因為華裔社會是不講能力的 華裔社會就是講奴性 講關係 講關係 對不對 總之你出去做狗 你就可以賺到錢了 你做狗拿在鞋底賺到錢就行了 這個就是普遍香港家長的內心 所以香港的家長全部都是仆家 可以在我眼中 可以打把的 說到這件事 我亦都在小妹在外面吃飯的時候 我就排隊 聽到後面有一對夫妻 年紀就應該做得到我父母 在那裡討論 我家前前後後沒有聽 我聽到中間 因為我失去耳朵 他就說 他又不知道哪一個親戚的兒子 因為背靠祖國 所以就賺了很多錢 這麼像麥包那些故事 因為小朋友聽媽媽說 所以他發了達 對 他就說 誰賺了很多錢 因為他背靠祖國 對 然後太太就馬上問老公 他男的 對他男的 所以就賺了很多錢 可能背後之後 我覺得我已經不想聽到下一句 下一句他們會說什麼的時候 我都已經不想聽 就是 是不是一定要 我反而很有趣 很老實說 因為很多其他台節目都說 其實 在香港現在真的大家有普遍特質 大部分藍絲 條命比黃絲 尤其是至少在這個時候之前 是的 之後那些年數 我說不敢說 大部分 大部分藍絲條命是容易發財 容易發財 容易謀到 他們有錢就想穩定 很簡單 對 也是人性 當然有些藍絲窮 對 那些我真的想不明白 那些更加明白 他們已經 我就只能夠用一個理論去理解 因為他們太窮了 他們太窮了 就是 因為他們太窮太沒錢 只能夠是 太窮太沒錢 他們除了錢之後 想不到其他事情 就是 他們寧願覺得 穩定地做奴隸 有一天做到奴隸 會成財 可能會改善 他們除了幻想 也沒有其他幻想 就是叫他們說 要搏一搏大霧 搏一搏 搏一搏 單車變摩托 一個沒有自尊的人 怎會想這些 好了 那些本土又說完了 我們又說回 又說回我們 我們應該要說回特朗和拜登 我就想問一下 因為我有一個confuser 一直聽到一些故事 就說拜登是親中的 但是好像特朗普 對新冠肺炎的發表更親中 我這樣看法 大家知道 特朗普這個人 有時候在博弈上 是會順口痴黃的 這一點 即使我之前 我都說他有時候 會做一些順口痴黃的事情 因為這個是他的生意式博弈 有時候 我讚咎一下你對手兩句 你 找些空間 找些空間 看看你會搞什麼出來 有時候先禮後兵 有時候給你一包帽子 看看你會怎麼走 即是他會有的 在政治上 如果真的傳統政治人 就會避開不想做這些事情 但他真的不避忌 是的 至於拜登怎樣親中 我早上說過很多次 譬如說 他的弟弟和兒子在大陸有什麼生意 甚至連新聞都說 何志平在美國出生的時候 第一個電話都打給拜登的弟弟 要去拆電 即是拜登和中國的關係 是很實質的 特朗普口頭上的事情 大家明白 大家看到 我們只是看行為結果 就是特朗普有沒有放鬆章給中國 我不敢說沒有 我只可以說 在博弈的過程中 你會有功有手 即是他會有一些手勢的時候 會鬆一點 但他整體攻勢 即是其實你當 基本上 其實我都是覺得特朗普是一個 真是一個生意人 即是他每走一步棋 你會像他在捉棋 你跟他在談生意 每一件事都是在做合約 即是有少 即是只要合約 你沒有寫明的東西 我就敢做 或者可能合約裡面 我八字黑字就可以了 即是捉字失 這樣說 灰色地帶 不是那一種 又或者這樣說 我想他這一套模式的好處和壞處 先壞處 壞處就是 如果你跟中國說合約是浪費的 沒錯 好處就是 如果你拿著合約精神 你期待對方要毀約 方便你做下一步 你用這一套來做一個前奏 就是OK的 因為你就用一份合約 來讓對方去毀約 你想去毀約做多些事情 即是出多些口術 讓他去毀約 要不就是賠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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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看合約就是這樣看 即是 現在很多時候 因為大選11月 現在很多人都 我暫時不知道 有第三個會比較出位 有都是賠跑 即是拜登和特朗普 特朗普要不會連任呢 然後拜登又怎樣 他的言論好像很強硬 但好像不是 那麼我們今節的時間 差不多了 我們下一節回來會是怎樣 我們用另外懸學的方法 去看看特朗普和拜登的官運如何 好嗎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